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国学心旅》。今天分享的是,出门在外,这些不干净的东西,不要碰,会厄云缠身。点个订阅,共同了解。 俗话说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你靠近什么人,碰到了什么事,就会活成什么样子?遇到贵人,碰到机会,多半就发家致富了。遇到小人,碰到坏事,多半就倒霉了。 这些人与世都会干扰到我们的磁场,一个人的磁场原本是固定的,可就是因为身处于江湖当中,所以磁场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改变。 磁场改变 既是好事,也是坏事。好事在于,磁场符合这个环境,那当事人就愈发好运了。 坏事在于,磁场不符合这个环境,那当事人就愈发不幸了。 人在江湖,千万不能去不该去的地方,也千万不要碰不该碰的东西。 也许,你的无心之失,就有可能害了自己,出门在外。 遇到这几样脏东西,还是远离为妙。 一,出门在外,千万不要招惹人是人非。 所谓是非只为多开口,烦恼皆因强出头。 你我之所以会招惹来那么多的事是非非,就是因为强出头,乱说话。 你我之所以会被人针对,烦恼不堪,就是因为多管闲事,遭人怨恨。 在职场中,你看到有两个同事吵架了,你很好心就去劝架。 没想到,这两人把你当成众使之地,一起来对付你。 你很疑惑,我只是来劝架的,为什么会犯众怒呢? 因为你的出现,多管闲事的行为,转移了这两人的矛盾。 如此,别人不针对你,还会针对谁呢? 职场中如此,生活中也如此。 别人有什么问题,让别人自己来解决就好。 总喜欢多管闲事,那不过是自寻苦恼罢了。 真正聪明的人,不会去八卦别人的闲事,也不会去理会别人的是非,做好自己,安守本分,才是安身立命的真相。 二,出门在外,不要碰让人上瘾刺激的东西。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,所有让人上瘾的东西,都只是利用了人性的弱点,以此来控制当事人。 比如说,黄赌毒,只要你碰了,多半就很难回头了,有很多人的一辈子,就被这些不好的东西给毁了。 明明家庭幸福,老婆孩子热抗头,可有些人不珍惜,非要去做一些败家之事,到头来,幸福和美好都会离自己而去。 出门在外,不要碰那些让自己上瘾的东西,这些东西,就像是慢性的毒药,终究会害死人。 心理学中有这么一个观点,人类对于让自身感觉到刺激而又上瘾的东西,基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。 一个想要赚钱的男人,如果他遇到了一场豪赌,那他会毫不犹豫参与到其中,觉得这一场豪赌能帮自己翻身。 结果却是,他输得一干二净,连裤衩都不剩。 一个有本事的男人,可能对什么都不感兴趣,所以别人给他送了一个婀娜多姿,说话动人的美女。 就是这一个美女,就能让他沉沦,沉醉于温柔相当中。 人,既好赌,也好色,更好利钱财。 这三点,基本就是让人上瘾的东西,一旦我们涉足其中,就会逐渐堕落,让自己以往的努力都化为灰烟。 很多人会说,美人多好,利益多好,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呢? 只能说,越是诱人,越是让人心动的事物,就越是有害。 毒药,人们都知道有害。 如果有一天,别人在毒药上面涂上一层蜜蜡,相信很多人都会品尝一番,最后不得善果。 三,出门在外,不要参与到低劣的圈子当中。 现代人都为了一个问题而烦恼,到底是和群好呢? 还是不和群好呢? 绝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和群,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异类。 这种非要和群的想法,既有可取的一面,也有不可取的一面。 可取的一面在于,参与到跟自己三观相符的圈子当中,确实可以让自己有所得意。 而不可取的一面在于,参与到毫无质量,还问题多多的圈子当中,就会逐渐学坏,人性变得扭曲起来。 也许,不是你想变得扭曲,而是潜移默化的圈子氛围影响了你。 对于是否和群这个问题,我们不妨坚持一个原则,遇到合适自己的圈子,那就和群,遇不到。 那就算了,独处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特别是在今时今日,低质量的圈子太多了,一群人去吃喝玩乐,或者相互算计,这圈子又有什么意义呢? 为了减少麻烦,那保持中立的立场,独来独往就好。 有一个年轻人,一进职场,就去参加所谓的招待会,这时,老人问他,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吃饭? 年轻人回答说,他只是想多一些人脉,多一些朋友,多一些路,老爷子听了他的话,没有回答什么,只是调皮地笑了笑。 后来,年轻人又花重金,将他的身体喝死,才在酒桌上得到了一堆酒肉朋友,当出现问题时,这些人就会消失。 所谓朋友遍地都是,坏朋友又有多少,经过多年的努力,你一定会交到很多朋友,但这些朋友是真正的朋友吗?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吗?不必要。 虚伪的关系,无论如何标榜,最终都是虚假的,不可能是真实的。 如果是这样,我们为什么要把虚假的关系放在心上呢? 对我们有用的关系值得我们关注,至于那些对我们不利的关系。 还不如早点放弃,我们需要关系的质量,而不是关系的数量。 四,出门在外,不要被割酒菜的陷阱欺骗了。 在这个商业极度发达,财富流通极快的时代,割酒菜是一件很常见的事,基本每时每刻都会出现。 别人跟你说,这个项目适合投资,可以帮你赚很多钱,那你是相信的,还是不相信的,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会选择相信。 人性,那是唯利是图的,只要你告诉他可以赚钱,那他就会去尝试一番,绝大多数人的结果,就是被收割了本金,啥都没有了。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,你图别人的利润,别人图你的本金,试想,这生意人那么精明,怎么可能会做赔本的买卖呢? 自古以来,都是肥水不流外人田,别人给你的都不是好田,而是烂田,废田。 如此,你还相信了别人的鬼话,那你就成为大冤种了。 普通人,谨小慎微一点,才能守住钱财,不要选择充满诱惑的野花。 金平梅有句话说,肃尽闲花万万千,不如归家半期眠,虽然枕上无情趣,睡到天明不要钱。 外面野花万千,不如回家和老婆同床共枕吧。 虽然说,夫妻结婚多年,就失去了兴趣,但幸福的根源在于,夫妻关系和谐。 野花再好,对你也不是真心的,不管外面的人有多优秀,如果你想退出,他们只是想骗你的钱,当你生病,贫穷的时候,谁会站在你身边? 不要认为你的另一半的外表是最重要的,从现实的角度来看,另一半的真诚是值得欣赏的。 在美丽,也有衰老的一天,只有诚实永不离开,永不改变。 所以,我们应该善待那些爱我们的人,不要让他们的真情欺骗了我们,如果你出去遇到充满诱惑的野花。 就守住你的心吧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